我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感慨说 作为女生很不容易 什么远离男人呢 你就减少很多不幸 什么说自己尿路感染了 因为这个性胶 尿路感染 然后都已经产生了耐药性了 还有就是类似的帖子 什么得了那个HPV的 什么高V型的 也是男的 在外面乱搞啊 还有不洗啊 洗得不干净啊 我是这么想的 顺便我就给大家扫扫忙吧 作为一个个人卫生 搞得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老阿姨 给大家讲讲 这个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啊 我就觉得不论男女啊 就说只要你条件允许 只要你有这种洗的 洗下身的这个条件 这个淋浴啊 或者说这个 就专门换洗盆啊 专门是洗阴部的换洗盆啊 或者是有这种未洗力啊 就是全自动马桶啊 这种马桶盖 冲温水啊 给你洗的 洗下身的那种 我想 不管你是大小便 你不要说我一天才洗一次 你就养成上文大号小号 你都洗一洗 洗完了 你一定要用特别干燥的毛巾擦干 特别干净和干燥的毛巾擦干 就说你不能说呢 你每天呢 你就那么一次啊 你站在这个淋浴喷头的下面啊 你就伸手啊 那么刹开腿啊 掏那么凉把那么洗 洗个屁干净啊 是吧 你想想你的你的阴毛 你的那个菊花呢 有多少褶皱 你那么夹着 你能洗个毛啊 你啊 你不就是把那个 那点脏东西 搓搓搓搓 就是搓的面积 扩大了吗 冲凉吧 然后擦你也擦不干 而且呢 就是洗的时候 你要找那种特别好的洗剂 就是那种弱 就是那种酸性的洗剂 尤其是女性啊 男的你一定要翻开包皮 一天就是洗几次 男的小文便 小文便 哪怕你不洗 你用卫生纸把你的包皮扒开 擦干了那个尿字 那个尿字停留在龟头那里 很骚很臭的 然后就呕着 又潮湿 有包皮 它不就潮湿吗 然后就呕着 呕着非常的恶臭 就有包皮够 会长那种 因为它有皮脂嘛 它有皮脂腺嘛 就分泌那种 然后再跟这种尿字啊 汗字啊 皮脂啊 就分泌在一起 呕在那里 就臭得要死 但是干燥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也说洗得完全无菌 说每个男的每个女的都把自己的阴部 尤其是呕 肛门那里洗得完全无菌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你至少可以保持啊 就是说你的下身呢 一定要干燥 洗完你一定要擦的特别干 你干燥啊 就等于啊 让这个细菌呢 缺少这个培养基啊 所需要的水分 这个细菌繁殖 它需要的是 一个是营养基啊 一个是水 一个是空气 那细菌繁殖就是这三样啊 营养 水 空气 少的这三样 它基本上就细菌很难繁殖 除非有艳养菌 那就我就具体的就不跟说 不跟大家来解释了 这个懂这个细菌学的啊 这个肯定都懂 你一定要让它缺水 把水给它阻断了 你这个细菌 它就没办法迅速繁殖 它就繁殖 它又不能繁殖那么快 是吧 而但是你只要你不经常的洗啊 洗你的下身呢 你那里自然就因为汗液 还有皮脂啊 你这个越积累越多嘛 时间越长 它就越积累越多 你再加上运动啊 走一走啊 活动一下啊 尤其你下下身 它不就夹着 它出不来汗呢 它没办法排汗 排汗 排也排不了那么痛快 像你的什么胳膊腿 就那种排汗的那种能力 它没有 是吧 毕竟你是在你两腿之间夹着的 你就变得更潮湿了 只要潮湿啊 你就会让这个细菌繁殖 只要潮湿 你就会为细菌繁殖 提供那个培养基的嘛 比如说你腋下 你洗完了以后 你不涂那个止汗剂 你在那夜窝里 你再过那么一天 你闻一闻 搓一搓你的夜窝 闻一闻 那你就知道你这个夜下有多臭了 就不用说你在空井 你闻臭才叫臭 你要真的要接触 用手搓一下 你闻一下 你就知道有多臭 就像你这个 说我身体要洗屁股了呀 但是呢 你过了这一夜 你自己那里又分泌汗液 又分泌皮质线 然后第二天 一早你去上厕所啊 早上啊 第一泡尿 撒完这个尿 你用你的卫生纸擦一擦 把从头 从前面到后面 你擦一圈 擦到灰阴部分 然后你闻一下 你的卫生纸有多臭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繁殖有多少了 这个细菌繁殖有多少 在这一夜里 所以说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洗 保持干燥 你把自己卫生搞好了 你就不省病了 是吧 男的也一样啊 如果说你对这个 男的不放心 对别人不放心 你就不要跟他性交了 对吧 大不了就是不性交了 不同房了 你又不会死 没有新生活 你又不会死 对吧 所以如果你放心 不过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老公 每次性交钱 要不就带烫 对吧 要么呢 就这个 喷上这个酒精消毒液 用酒精消毒液擦拭 擦干了 一定要把它消毒 就像把自己的玩具 性玩具消毒一样 在用 反正我觉得 这一看啊 就网上这么多事 这又得病了 那个得病了 我就想你 就是不讲卫生的